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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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警惕性极高的村民 可不是一般的农夫 他是长期跟着考古队 一起从事野外发掘的探工 近百年来的殷墟考古 不仅培养了考古界大批人才 也历练了当地的村民 使他们的文物保护意识 大大增强 这也难怪 盗墓贼一有个风吹草动 就被看出苗头了 接到村民的报告 考古队长徐广德 深感不安 200年10月份 我们就开始对花园庄冬地 进行了考古勘探 经过勘探就发现了 有20多座墓 其中就有一个 就是我们说的54号墓 就把它编号为54 这个墓匠呢 就规模比较大 考力岛马上就要入东的缘故 考古队决定来年开除再进行发掘 可眼下 这座墓却被盗墓贼突然盯上了 徐广德不由的有些焦急 他当即带上考古队员何玉玲 一同前往现场查看 结果一看确实有问题 因为我们的传统的考古的 这个钻探洛阳产 直径大概就五公分左右 但是我们到工地一看 那个孔变大了 就不是原来我们探的那个孔 那个孔可能就将近十公分了 盗墓贼新钻的孔洞 直接覆盖在考古队原来的钻孔上 如果不仔细查看 很难发现 这好大尺寸的洛阳产 不仅能探出墓葬保存的状况 最关键的是 便于安装炸药进行盗掘 除此之外 现场还发现了第二种钻孔 红眼十分细小 胡同钢筋粗细 成排分布相当密集 使用这种特殊的工具 能一直钻到七米以下的墓底 盗墓贼可以用来探明墓中 是否有青铜器等重要文物 如此密集的钻孔 如果墓里真的埋藏了青铜器 肯定已经被探测到 情况相当危急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决定了 就是要抢救发掘 因为你不发掘 它就要进行 它就要盗了 第二天 豪国队正式入驻现场 开始发掘清理 根据墓葬所在的位置 这座墓被命名为 安阳阴墟花园庄村东M54号墓 此时已是年底 正是一年中天寒地冻的时候 寒冷的天气给考古发掘 带来了莫大的难处 因为当时我们从墓口的 我们也知道大体的墓口面积了 已经快接近富豪墓的面积了 当时就想 这个会不会又是一个高等级的 甚至像王后这个等级的墓葬呢 这是极有可能的 富豪是商朝第23任君主 武丁的王后 也是中国历史上 有据可考的第一位宇将军 他生前屡历战功 深得伤亡喜爱 死后得以后葬 墓中随葬品极为丰富 出土了青铜器 玉器等大批文物 他的墓长五米多 宽约四米 深达七米 这个面积的墓葬 在商朝来说 已经算是规模不小 只有高等级的贵族和王室成员 才能享用 考古队初步勘探得知 M54号墓面积 与富豪墓不相上下 这意味着墓中埋葬的主人身份 不同凡响 大墓主人究竟是谁 会不会也是一位王室成员呢 墓中随葬品会和富豪墓一样丰富吗 种种猜测 阴绕在人们心头 充满了极大的诱惑 三天过后 正当考古队兴致勃勃地展开发掘式 没想到兜头却被泼了一盆冷水 清理完最上面的现代耕土层 眼前的一幕顿时令人惊呆了 各种各样的道中 有圆的 有长条的 各式各样的 而且是情况都不一样的 十来个道中 那当时一看 因为虽然说保住了 这也是没有被盗 但是保不起以前的也被盗了 看着眼前横七竖八的道中 道沟 考古队员们的心如坠深渊 他们揣测 这座古墓肯定也是在劫难逃 尽管怀疑古墓已经被盗 对墓中随葬品不再抱有希望 但考古发掘还得往前推进 低迷的士气中 队员们默默进行着手头的工作 清理完现代地层 再往下是晚期地层 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我们把所有的晚期的地层 全部清理干净了 清理干净了 清一段时间 过一天道洞消失一个 过一天道洞消失一个 通常而言 盗墓贼打的盗洞 都是直上直下的 如果盗洞没有向下延伸 说明盗墓贼中途已经放弃 那么墓葬没有被盗的可能性 就大大增加了 墓中随葬品便极有可能保存完好 可是众多的盗洞都已经达到了五六米深的地下 为什么又会突然减少了呢 难道下面的地层里 没有盗墓者期待的墓葬存在吗 何玉林满腹疑虑 考古队员们花了一周左右的时间 清理完花园庄M54号墓上方各年代地层后 终于到达殷商时期的土层 此时已经接近当时的墓口 真正的考古发掘这才即将开始 接下来原以为就能打开墓葬 没想到考古队却遇到了一个障碍 五十四号墓的墓口上头呢 有这个夯土层 这个夯土层呢 正好也是个长方形的 正好就是在这个 它的位置就在那墓上上边 夯土层 指的是经过人工夯实的土层 北方农村盖房子时 人们常常可以见到一种 叫干打垒的建筑方式 就是把土堆积十厘米左右的厚度 再用东西夯打结实 在考古学上 专家称之为夯土层 它比较常见于房屋建筑和大型墓葬中 这个呢 在富豪墓发掘的时候 发现过这点问题 就是说上头有这么一个 很可能就是一个建筑 商朝的墓葬制度中 墓口上方的土层 通常会建有一座房屋 这种墓上建筑叫想堂 是后人用来祭祀墓主人的地方 1976年 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富豪墓的过程中 墓口上方就曾出现过这样一个夯土层 面积大小与墓口差不多 当时众人一头雾水 不知其究竟作何所用 后来人们在夯土层上又发现了一个个柱洞 排列十分规整 专家们由此推断 这个夯土层应该就是房屋的地基 而地基之上的建筑 正是为祭祀墓主人而建造的想堂 如今在花园庄M54号墓 也出现了房积夯土层这一迹象 那么它是否也能像富豪墓一样 躲过盗墓者的盗扰呢 考古队员们不由地隐隐有些期待 在清理夯土层时 考古队员还发现了几处盗洞的痕迹 可是当夯土层完全清理干净后 所有的盗洞居然彻底消失了 盗墓贼所打的最后几处盗钩与盗洞 探到墓口上方的房积夯土层后 便不再往下延伸 它那个盗洞啊 它没有到底 它没有挖下去 它不是建造这个夯土层吗 它就停下去了 越来这个位置就越来越偏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很高兴了 那这样就可以说 这个里边这个墓葬呢 应该是保存的完好 令人高兴之余 何玉玲却在琢磨一个蹊跷的细节 当盗洞遇上房积的夯土层 盗墓贼为什么半途而废 联想到富豪墓 他似乎找到了问题的所在 可能是因为这个房子的结构 的夯土结构 造成了很多这个盗洞 盗决者误判形成的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想一想 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 房子保住了这两座墓葬 正因为有了这个房积夯土层 导致盗墓贼误以为 看到的只是一座古代的房屋 而非墓葬 从而放弃了盗决 我们后来我们又重新把 这个所有的陰序这些墓葬 很多就梳理了 梳理了一遍 确实我们发现 那些被盗的墓葬里面 基本上上面没有很多房子 没想到花园庄M54号墓 能够幸存下来的原因 竟然和富豪墓如出一辙 都是得益于墓口上方 叠压的房积 而一座保存完好的墓葬 墓中留存下来的文物 无疑是我们了解墓主人 所处年代社会生活状况的 重要线索 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说 可谓意义重大 那么M54号墓的墓主人 究竟是商朝哪个时期的人 他的身份又是什么 会不会和富豪一样 也是王室的成员呢 先秦时期墓葬的等级制度 不光是体现在青铜器 玉器这些随葬品的数量上 墓葬面积大小 墓道数量多少 甚至墓上有没有用来祭祀的享堂 都是衡量墓主人身份地位的重要指标 在商朝晚期的墓葬中 墓道已经开始大量出现 那么M54号墓道的情况 究竟怎样 它又能给考古专家 带来哪些信息呢 四条墓道应该是我目前发现 就带墓道打墓的最多的数量 而且它是又代表了它的等级 国王就有四条墓道 后来我们在年还要发现 有两条墓道的 还有一条墓道的 考古学中 一条墓道的墓葬为甲字形墓 两条墓道的墓葬叫中字形墓 而四条墓道的则称为亚字形墓 因为甲骨文中 亚的字形与拥有四条墓道的 大墓形状极为相似 墓道在墓葬中是一种权力的体现 带墓道的墓葬 通常大多数是国君或高级贵族 有没有墓道甚至成为墓葬主人 社会地位的写真 可是眼前的M54号墓 规模不小 仅次于富豪墓 按理来说墓主人身份等级应该不低 考古队员却没有发现墓道的痕迹 那么没有墓道的墓葬 就不可能是高等级的王室或贵族墓吗 与商王武丁同一时期的富豪 归为一个王后 他的墓却也没有墓道 这又如何解释呢 但也有不太墓道的 不太墓道的墓葬里面 其实也包括富豪墓 包括这种墓 原来在殷商时期 墓道虽然与墓主人的身份地位 有一定关系 但却并不是衡量墓葬等级高低的 必然因素 众人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看来M54号墓虽然没有墓道 但是就像富豪墓一样 它还是极有可能是高等级墓葬 此时已经是12月27日 随着稻洞的消失 房积夯土层也清理完毕后 整座墓的墓口已经完全暴露出来 这座墓南北长5.04米 南部宽3.3米 北部宽3.23米 这个墓是一个考古上叫长方形树穴土坑墓 就是像挖了一个树井式的那种形状 考古队员又花了一周左右的时间 才将花园庄M54号墓虽全部清理干净 清理过后的墓穴里 四周的墓壁显得非常讲究 田土跟墓壁剥离开了以后 我们就会发现墓壁非常光滑 非常规整 它不像有些其他的小墓 乱了招的那个样子 我们可以推测 当时它的墓壁是经过处理的 而且经过非常规整地去拍打 去处理 甚至是它有像我们现在 专门把面刮一刮 抹平 装油房子的这种状态 它这个构筑的过程 应该是非常非常用心的 如此讲究的墓葬 它的主人绝非等闲之辈 大家对墓葬主人究竟是谁 更加充满了强烈的好奇心 此时已是2001年1月4日 考古队员们终于清理到了果室 埋在地下三千多年后 木制的果盖板明显已经遭修 但果盖板的精致程度 却大大出乎众人的意料 果盖板 它上面是修漆的 就是当时已经开始有漆漆 这个时期的漆也已经非常非常地讲究了 我们可以发现 盖板上面 果盖板上面 它有种黑漆 有黄漆 甚至有白漆漆的非常非常 主要是红漆 果盖板一共由21块木板组成 非常整齐地搭在二层台上 所谓二层台 就是搭建果室的过程中 果室墓壁和墓室四壁之间有一个空隙 这个空隙填上图 再重新夯打 目的就是要形成一个台子 能够搭建这个盖板 这个台子 考古上就叫二层台 根据以往的发掘经验 像M54号墓这种 长方形的数学图坑墓 一般一个星期左右 就能清理完毕 此时 聚意春节还有整整20天 大家便想抢在过节之前 把墓葬的光果发掘出来 正当考古队 以为万事俱备 准备打开光果 进行最后的考古发掘式 谁知好事多么 他们又遇到了一个 不可抗拒的因素 究竟还有多少困难 阻挠考古队员发掘的进度 他们能否抢在春节之前 完成墓葬的清理 花园庄M54号墓 既然没有被盗 那么墓中出土的文物 是否能像富豪墓那样丰富 他们又将带来怎样的考古发现呢 大墓主人又拥有怎样显赫的身份地位呢 银须这片神秘而古老的土地 即将再次聚集世人的目光 2001年1月4日下午3点 面对即将开启的果实 考古队员难以按捺激动和兴奋的心情 整个果实盖板清理出来了 一个油状的塌陷的坑出来了以后 上面没有发现任何被扰动的痕迹 而且这个时期呢 底下的一些器物已经 油的隐隐于是已经凸显出来了 因为它的果实一塌陷了以后 底部的一些青冬器都顶上来了 这个时期个别的 高高个滴滴已经错了 能够隐隐于是看到青冬器了 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春节在即 为了让队员们能过上一个 踏踏实实的节日 考古队原本计划 在一周左右的时间里 结束牧师的发掘 可惜事已愿违 1月5日凌晨 安阳下起了当地罕见的一场大雪 积雪厚度达到15厘米左右 那么我们就把它上面 把它在那个墓葬的那个墓口 用那钢管啊 给它搭起来 然后上头在那个 搁上那个帆布 搭着就等于搭着 搭着这么一个棚子 把它保护起来 那么这样发掘呢 也要慢一些了 积雪延误了考古队的发掘进度 但更大的挑战 却来自寒冷的天气 刺骨寒风中 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室外 待上片刻都让人难以忍受 考古队原却一待 就是一整天 动的人无处可躲 木坑底部还没法烤火 手伸出来片刻 就动得麻木 失去了知觉 就这样 大家却还得一丝不苟地 从事田野考古的所有操作 拍照 绘图 录像 然后再进行揭取 环环相扣 容不得半点马虎 最关键的是 我们要一点一点地 把那个土给它清理掉 剥离掉 它不像那个田土 你还可以用鲜的 用什么东西 到后来就是用小铲子 小刷子 这些东西 用甚至竹签的 一点点抠的过程中 这个过程中 对人考验非常大 那手一会就动红了 一会就动得非常难受 还有就是绘图的过程 绘图的过程 那手 可以说都多说的一种状态 就拿不稳 那笔都拿不稳的 那铅笔都拿不稳的一种状态 如此恶劣的条件下 考古队员每天都是靠一股 强大的信念支撑着 众人坚信 花园装M54号目 一定能出来崭新的考古成果 只是果盖板的清理过程 却并非那么简单 由于年久腐蚀 盖板已经塌陷 而且大多底碳化 这给揭取工作 带来了一定难度 火板跟上的那个棺材板 棺板 本来它之间是有距离的 但是呢 它这个因为上面是土 时间长了 压着 它两边有的就粘在一块 那我们清理的时候 尽量的把它清理了 但是就是这样的话呢 对那个棺板 那棺盖还是没有清理成完整的 没办法 只能看着有一些个 有的地方 有的木板上 有花纹 塌陷后的果板和内观遗物 紧密的粘结在一起 考古队员花了将近十天的时间 一点点细致的揭取 才终于清理完毕 1月15日 此时牧师内的器物 大多已经暴露出来 珍贵的文物遍地都是 考古队员几乎没有 可以下脚的地方 这些文物中 最引人注目的是青铜器 商代晚期牧中随葬的青铜器 通常由于数量多 体积大 不能完全放入内观 大多摆放在果室里 根据不同的使用功能 青铜器又分为 酒器 石器 冰器 月器等 泥土中 这些随处可见的青铜器 看似凌乱 实际它们的摆放位置 却大有讲究 当然这个规律不是严格的 只说相对的 这个北部石器多 南部酒器多 西部这个冰器多 大体上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北部的 就国室的北部这一块 基本的放在都是一些石器 就是吃饭的那些东西 主要是这些石器 比如说顶 当然还有个别的一些陶器 这些青铜器极有可能就是 牧主人生前使用的器具 古人素有 誓死如誓生的传统观念 为了在死后的世界里 也能安享荣华富贵 通常会把生前的生活用品 以及代表身份地位的物品 一同随葬 三千多年前下葬的这位 墓葬主人究竟是谁 他的人生经历如何 他又有着怎样的兴趣爱好 我们已经无从一意知晓 但透过这些随葬品 呈现出来的信息 却可能成为考古专家 破译牧主身份的重要线索 花园庄M54号牧中 究竟留下了哪些竹丝马迹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光是我们说的这种葛 同时葛和毛的数量也很多 有出了七十多件葛 七十多件毛 所以我们从这里面 也可以看出这个牧主人的等级 或者是他军权 应该是地位非常非常的高 牧主究竟何人 为什么拥有这么高的军权 会和富豪一样是位女将军吗 虽说古代将领大多以男性为主 但富豪牧的发现 说明殷商时期女人 也是有可能作为一位将军 征战沙场 那么M54号牧的牧主人 有可能会是又一位 古代女性将领吗 考古队员还发现 这些出土的青铜兵器上 绝大多数有两个清晰的字符 这是青铜鸣文 鸣文的出现 对解开牧主身份 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鸣文是什么意思呢 从殷墟这个时期 当时的贵族或者王室的人 他往往会把自己的姓 或者是家族的竹灰 铸造在一个青铜器上面 也标识是他家的青铜器 这个就我们叫青铜鸣文 在这个墓杂里面 五十二墓里面就有 理气上就有鸣文 是什么鸣文呢 两个字 一样 然后一个长 殷商时期的文字 以象形为主 这个缺了四个边角的口字 原来就是亚洲的亚字 它又像个粗体的十字 难怪古代拥有 四条木道的帝王墓 又被称为亚字形墓葬 而长字的书写 则更为形象 看上去就像一位 披着长发 拄着拐杖的老人 那么鸣文上的这两个字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它会是墓葬主人的名字吗 亚是哪个字呢 就是现在我们知道的 亚洲的亚这个字 这个字的意思 在商周这个时期 存在一定的尊义 但是大部分学者认为 这还是应该是一个 五官的一个统称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和墓主人 这个身份能够联系起来了 长字是什么意思呢 从众多的这个清通性鸣文 我们现在研究认为 它应该是长 这个家族的族长 家族的姓氏 并不是它是它的名字 M54号墓中 出现如此多的兵器 加上名闻中代表 五官称呼的亚字 这位被称为亚掌的墓主人生前 极有可能就是一位 带兵打仗的将军 那么除了这些常用兵器外 是否还有其他 象征兵权的信物呢 清理过程中 考古队员突然眼前一亮 果实西北角 就在成堆的青铜毛中 一件并不多件的青铜器 引起了众人的关注 它形质较大 气形厚重 外形酷似一柄短腹 这是一种叫月的兵器 它在殷商时期出土的青铜器中 数量并不多 这个墓葬里面 无双墓里面 总共出了多少月呢 总共出了七件月 其中有一件最大的 有一件月是最大的 体量已经接近富豪墓的那个月 还有剩余五件 是形质是一样的 是小型的 在今天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的 阴墟遗址区内 有一片古色古香的建筑区 它就是阴墟博物院 院内博物馆里展出的文物 渐渐都是国宝及精品 我们看到的这几件青铜月呢 出土于殷须亚掌墓 亚掌墓是殷须出土青铜月 数量最多的墓葬 月呢在商代作为铜礼器 同时也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我们看到这些青铜月呢 不仅文士精美 而且制作精良 由此可以看出亚掌 在当时的身份地位极高 他的军事权利 甚至不亚于商王五丁的配偶富豪 五十四毫亚掌墓出土的这些青铜月 大的重大六七千克 长约四十厘米 小的不到一千克 长二十厘米左右 大都做工精湛 文士精美 给人古朴而凝重的感觉 月其实是从石斧 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 最初是用石头做成 只是一种生产工具 后来慢慢成为最主要的手持武器 并演化成权力的象征 多为酋长和部落首领所拥有 到了殷商时期 随着青铜月的发展 青铜月取代石月 玉月开始大量出现 并成为军权的携帐 在众多的青铜兵器中 青铜月无疑具有最浓烈的王者气质 甚至汉字中的王字 也是从辅月的形象演变而来 他并不是说拿去了以后 冲锋陷阵像葛和毛一样去战场上的用 他是一种军权的一种象征 那么这里面我们就说 我们要提到富豪墓 我们又跟富豪墓去对比 富豪墓里面出了四件月 其中两件大的最大的那个月 上面敏文很清楚 就是富豪两个字 1976年在河南安阳富豪墓出土的青铜月 是至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青铜月 其中带有富豪名文的这两件 在气身上一件有张着大口的滔铁文 另一件则有怪异双身的龙文 图案唯妙唯肖 异常逼真形象 这让锋利无比的青铜月 显得更加威风凛凛 令人肃然其境 但是贵为王后的富豪 他墓中出土的青铜月才四件 而亚掌墓中却一气出土了七件 多出将近一倍 显然墓葬主人非同一般 难道他的身世地位比富豪还要显赫吗 他究竟是谁